好 另外大家還記不記得這個畫面 大家都說好像是萬華的小過年 青山宮在今年也要繼續繞盡三天 時間就會定在11月24號到11月26號 不過有很多萬華人就說了 可以不要嗎 去年的惡夢會不會有重演 因為實在太過盛大 而且還會放鞭炮 很多人說到了晚上根本睡不著覺 所以去年光是投訴噪音 就有快要500件 但是今年或許大家可以稍微放心一些 因為說呢今年他們包括十二點之後 活動就一定要結束 重點是十點之後就不可以來放鞭炮了 也因為疫情的關係 整個規模都要縮小 臺北市長柯文哲特別來參與一年一度 青山宮繞境 活動熱鬧展開 現場人潮滿滿 重頭期的暗訪夜巡 勢必聚集更多信眾 但不少人馬上就想到去年的狀況 鞭炮從天鬧整夜 醜的人都無法入睡 當時夜巡擴大舉辦熱鬧過了頭 警察局總共收到666件報案檢舉 1999更是被檢舉到爆 連市長都很有感 今年市府不重蹈覆轍 在繞境前晚就先集結上百名警力 向附近民眾進行宣導 並且發布五項牧林政策 包含活動強制午夜零點結束 晚上十點之後 禁放鞭炮 以及把紅潭從三十二座 撿到八座 第一天就讓當地居民感覺不一樣 雖然已經收到些成效 但之後的活動能否繼續維持 也有賴信眾配合 及主辦單位的持續宣導 華社新聞簡明山洪喜宇 台北報導 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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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